醫師陸鋼,我們不用去冠營 我們要確定 我們這邊做文字鋼 我們記錄做文字鋼 所以我們也不用說 說那個民政委員會執行 醫師陸也不用說 一般來說,應該是要確定 找醫師陸鋼 沒有,這沒有 如果剩下我們 鼓勵的採用 謝謝 鵬美春 现在我们进行会议程序是定期大会业务咨询财经委员部分咨询 现在由沈又莲委员开始咨询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副市长 各位局长 各位二级主管 各位媒体的小姐先生们 大家早 我是沈又莲 今天是经济委员会的业务咨询 我想对我们目前在东区来讲是会一个经济指标的一个大型的建设 就是我们的建国市场的新的建国市场 那在30号那天委员会也安排了到现场去考察 那从这个师傅给予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量体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物 那当然这里面讲的说配合都根啊铁路高家化的政策 所以把我们的建国市场迁到台塘专区的4116的场地 藉由安全舒适购物休闲购物环境及便利的停车空间等等 感觉非常棒 在它的整个的资料显现看起来 文书资料说哇 文书资料是一个共识非常方便而且非常舒适的一个现代化的建筑 但是当那一天我们去考察了以后 它总共2.23公顷 楼地缆面积高达48000平方公尺 总共有711个摊位全部集中在一楼 然后这个位置是在中校路跟建成路这个地方 是一个4层加上乌凸楼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建筑物 经过那天30号考察了以后 本席发现有一些的状况 我想来我们那个VCR放好不好 有些的缺失 来下一个 我们的顶楼的停车场 它的动线不佳 因为我们目前的环形车道 它只到3楼 进去之后 它必须到 从这个3楼的通道 接到3楼 4楼在屋顶 那这样的情形下 如果它的车流量 尤其 大型的 呃 这个 职域的时候 它的使用量一定非常的大 那这样子 它没有做分流的时候 它的 车辆的动线 就一定会有问题 甚至会造成塞车 好 所以 这个 我本席认为 这个是 是不是有 能够改善的机会 哈 来再看下 下一个 你看看 我们 呃 每一个都有所谓的 残障空间 好 那这个 呃 没有看到它的 这个 残障的设施 来我们再看下 下一个 一般来讲 我们的无障碍空间 我们的这个 呃 根据它的法规来讲 它必须是 宽 一米三 然后 呃 长度是一比十二的 宽 呃 宽 高 高跟长是一比十二的 以现在 它有在 它有做出来的 其实 是不符合标准的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看 它都有高低落差 各位 如果我们在非常拥挤的情形之下 那这是不是一个 不定数的一个危险因素 人呐 如果这个 如果不小心 心肠伤害 一个不小心 可能它会造成伤害 来再看到下一个 好 我们也看到 这个的 无障碍空间 它的那个 是不是很 很非常的陡 它绝对不符合 我们所谓的 无障碍空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坡道 这一看就知道 不合规矩的 不合我们的规定 来再看下一张 同样 在旁边这里 它的宽度够吗 好 来再看下一张 同样的都发生这个 它的长度 拉的长度 都是不够的 好 再看 再看一下 好 再来它每一个摊位 我们那边去看了 照理说 摊位应该是面比较宽 比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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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需求 这个跟我们摊商所要使用的 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好 我们再看 好 每一个我们去看过的空间 大概都这样 我 你看哦 我们每一个摊位 它中间没有间隔 让人够有通道地方 已经面宽 已经狭小了 他必须自己的进出 还要拿他的 他的这个 三公尺宽的这样子的面积 来做他的通道 那是不是 这行李哪里走 副局 副市长 那摊位 这样子的狭小摊位 是哪里走 好 来我们再 再看一下 因为哦 说实在 我们建国市场 它是乌市 因为是乌市 它建筑了扑发小麦市场 所以它跟一般的小型的菜市场 绝对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看哦 因为它整个 我刚刚在讲 它是一个建筑物 是一个方形的 但是这个方形的建筑物里面 我们看它的屋顶 它是封闭的 除了三楼 这个有 因为停车的关系 好 有一些的这个 空间出来 但是呢 因为它量体非常大 没有看到有做 让它的光线充足的一个设施 没有看到 这么大 你看 总共 是四万多平方公尺的一个地方 没有看到它有开天井 也没有看到传统所作太铸佬 梗梗 梗梗 让空气流通 让光线充足的一个基础的建设 能看不 所以它所看到的 是这样 啊 明明 好再看下一张 这些工 这些工 是因为用电灰 那想想 是四万多平方公尺的一个大量体的一个建筑物 这它不是做雅七啊 那是 早上一大早可能两三点就开始的节菜集 到中午 它一定都全部用电灯 这实在不符合我们台中市在进行当中的低碳程式啊 来 下一张 好 这个因为有电灯 所以有量 来 再来 好 像这个过去就看出来 它没有电 它没有电灯 就是暗门梦 来 再来 好 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它是做所谓的空调 它的空调只准备说 万一空气不好 做个抽空气 送空气 那样 好 好 再来 这也是同样 来 好 这个都是看到的状况 好 再来 因为整个建设过程当中 没有去请教 没有去跟要使用的人去做沟通 所以就是自己 建筑师以及我们的事务团队 这样做就这样做了 好 下一张 所以民众甚至有发现一些状况 还有 副司长 那天你有去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注意的 来来 你看 我们这排水系统 它宽起米 升起米 局长你给我说一下 局长 排水系统宽起米 升起米 简单讲快点 呃 排水系统分两种 如果是在摊位附近的 这种所谓的小排的话 大概宽是15 15公分 15公分 对 15公分 升大概也是差不多15公分 好请坐 丁丁 副司长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它分了好几区 其中有 肉品 生鲜 还有鱼货 和那个 这个 家禽类的 这种 这种 附近说的 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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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么 这么小假一点点 你看你欠 这米 可以 让它有很好的排水系统 后来我告诉你 臭猫猫啦 这个 这个很 很严重的重大疏失 而且我知道 全区 全部都是这样 来 再下一个 所以 我刚讲它 量体大 但它没有去做 这个 让它能够空气流通 然后 能够光线充足的 一个设施 所以它 注定的室内空气 一定不好 来 再下来 你看看 我们两边是摊商 中间 这个走道 才多宽 未来 如果 都大 大厘的时候 想想看 不要说大厘啦 平常是 另外买东西 很多都是 买很多东西 都是 这个 我们的餐 餐厅啊 或什么之类 它不是一般的小市民 当然有一般小市民 会去买 可是它的绝大部分 因为它具有批发 的功能 而且它是很大 大市场 那些小啦 所以很多人也会去 它的整个的 这个走廊 它是不够的 来 过来 好 贡献不佳 所以 让各户在 购物还有提货的时候 都非常不方便的 来 再来 它的 冷冻区的设置 因为它为了要把 711个摊位 全部放在一楼 所以它把冷冻区 放在三楼 我们都很清楚喔 这样子的是 非常 提 就是说它要存进去 或是 提货出来 来扑货的时候 造成非常不便 再来 再下一个 它的绿化面积也不够 然后再看下一张 它只有在绿色的 这个地方做而已 所以它的绿色的 整个的面积是不足的 好 我想 副市长 局长 我们所看到的建国市场 我们本来非常欢喜的觉得 我们未来会有 具一个现代化 空气良好 环境良好的一个购物空间 但是你现在所看到的状况 其实堪忧啊 真的是堪忧 我刚所讲的这些 所以 我主张 在现国市场 要让摊商分区 去看他们的摊位 然后他们提出他们修正的看法 再为提出修正看法意见 还有就是说修正意见 没有合理改善之前 市政府绝对不可以 给盛国市场实用执照 副市长 你这可以承诺吗 因为我们看到他很多的问题 感谢神议员 他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 我也觉得很敬佩 我也觉得很重要 所以你刚才说 我们应当时 给他们先看 都装好 这里发给他们 好 那可以认同对不对 好 谢谢 所以我们那个 全部装 等于说整个都好了以后 才可以交给我们摊商来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 水费电费 本来在他原来就是由自来水公司台电 他们直接计 计交他们的缴费单 这不需要再找人管理了 然后另外 在初期消费者不习惯的情人之下 本席是建议啊 摊商生意一定会受影响 是不是他们你们的管理费 应该以对办来考量 好这个是本席提出啦 那所以也因为有这些的状况 那他有一些都是必须改善的 那我们来讲 这么浪 亮点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物 如果是夏天 空气不好 流通不好 那整个大市场就是臭的要命啦 所以可能冷气 就是要在里面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他是做空调的设施 但是没有装冷气 甚至考量 要来装冷气 但是 呃 曾经讲市长 呃 市府 讲说摊商 他们不希望 但我所了解 好像并不是这样 在台北十几年前 人家的菜池 就是有冷气的啦 然后另外 冷冻库 本席认为市政府应该要来完成 而不是等到交给摊商以后再来做 因为很明确他就是有 生鲜的这一部分 他一定是必须要有冷冻库的 希望这个由市政府 我们本来编了十亿的预算 花了将近八亿五 其实还是有钱可以来做的 那我们刚才讲 他的排水系统一定要马上来做改善 要不然 我相信进去不要多久 两个礼拜里就超某某外公 然后 无障碍空间 一定要 来注意 我们那天去看的时候 说无障碍空间 这一点我走 一定要符合标准 然后店面的部分旗楼 没有这个 旗楼 所以他会 雨天的时候没有办法 来营业 然后营货区 他必须要有 这个地下水 所以这个一定要来处理 另外因为附近的交通不便 不如就市场公共的交通设施 这么的完善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让这个交通系统 能够来到这里 好想还要设置广播系统 以及监视系统 就是本席 来跟这个市政府 来反映 我们经过考察以后 所发现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希望是一个真正展现 一个好的现代化的一个 好的一个市场 让我们市民可以享用 好以上是沈又年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由汪美春议员咨询 请开始 大会主席 大会主席 张议员 张副市长 以及我们 所有 署长 局长 既一级主管 所有科长 我们记者 小姐先生 大家早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次 今天 是第二个 审查会 我们的业务咨询 已经三天的 业务这孙 副市长 民情的三文元已经世过了 那今天 我要来请教我们所有局处长 市长不仅 局长不仅 仅仅处长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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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那我们现在在场的各位局长 我想请问 你们进入情况了吗 进入情况了吗 你们各位局长 有进入情况的请举手 好你们放下 我们女局长 你手较慢 你的动作 让我看起来很质疑 为什么你举手举那么慢 你是对你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局长 你没有把握吗 不是怎么你怕手较这么慢 报告议员 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永远我自己的分数 会打得比较低一点 好你请坐 其实 我们在跨年的时候 我也跟局长 有数次的见面 那很奇怪的是 所有 各单位 从以前我们在咨询过程 不是局长来报告 最基本的 科长 辅会联络人 都会跟议员 来做一个联系 但是 前朝市长 已经下台了 我们身上的 我们的林市长 所有的一级主管 局处长 以及 你们各单位里面的 虎会联络人 有在做吗 你们有吗 有没有 没有人给我回答 有啦 农业局我们的虎会联络人 很认真 一天就给我 请安三遍 看到我就一直请安 我们的 周 简任 简任 简计 专委 他是一个虎会联络人 非常认真的一个 他是从 胡市长的年代 都这样的 所以 你们各局处的 虎会联络人 我是一个建议 要跟国议员 联系好一点 因为的市府团队 已经都很多 局处长是新的 说真的 我们一直在任你们 各位局长 处长 除了旧的 没完 我们都 觉得很适合 新的局处长 是不是 能够认真一点 尤其 上个礼拜 我们 丰元区 不晓得哪一个局的局长 被派任 要去颁奖的 我还没有 今天的业务只是还没有 他还没有在现场 这个我还好 我再去问一下 为什么 派一个主命教委呢 洪安区这么小 副市长 我们林市长 上任之后 所委任 各局处长 真的这么老 丰元区 没有任何母亲的 我将来 没有看过 这么傲慢 散漫 很散漫 不注重我们 一个丰元区吗 你是觉得 陈局长 你看得很小吗 派一个主命 成什么体统 不计较 我们社会局的李局长 还现场 在那边 跟人民 跟我们所有的 魔犯母亲 一直的问候 还跟我一直 跟他们一直在拍照 社会局长 就做得很好啊 是怎么洪安区 这么大区 两种洪安都出问题 副市长 你也叫我们市長 老师留下 专一 各局处长 留下 督导一下 要这么散难吗 换了市长 是不是要更加的努力 台中管区 合并已经迈向 第五年了 经济发展 抵达 民家融市长 当选之后 是不是应该 加快脚步 向前的阶段 人家说 人民给予的选票 是一个认同 都有 人数对这些 也相当的 看中 在此啊 我要先问一下 精华局长 请你们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 台中市 在推动的工业区 有哪些 请你说明一下 大议员 总共有四个地方 是什么 对 我们市长 你有看到我们市长吗 他里面有些几个 你有没有看 市长 这本 市政报告 台中市政府 报告人 您 市长 您家隆 这本 你有看吗 报议员有 这本 你看不太小 是做得太大 做得比较厚 你不如看的 那你的重点 为什么 你还都不看呢 他所提出来的 来 你一条一条 告诉我 现在目前 事实上在 这个 报边阶段 包括这个 太平 产业园区 金水一起参与园区 我跟议员报告 是这四个 那当然 市长的 市政报告里面 当然他还有 更多新的 我们正在 正在努力的部分 所以当然 他都做五倍条 你会后 你把他的 市政报告 你就拿出来 好好的 研讨一下 他所提出的 你还不晓得 一个市长 提出这么多的 工业区 你说你 对你自己 要求很高 所以你今天 你跟我回答的 你都不晓得 现在要做什么 那你就是 进入的情况 不到 十分之三 报夥员 这个市政报告里面 八个的 前四个 是已经 开发 急进完成的 所以我可能 在定义上面 需要再跟议员 做一个 那还在 那还在进行中啊 市长的报告 也是在里面啊 你连这个 你就没在注意 好 局长 继续给你 请教啦 你刚才说 我们台中市 除了 我们 你刚刚讲的 风桌 二期推动中 还有 我们太平 巨星 清水 那我们风桌 科学园期 第一期啊 我们 起地有什么 风桌一期 你也有讲 已经核准 七十二家 其中有 五十九 家已经取得 建造 完成工厂登记的 有四十八家 这个整个 我们的预算大概是在一年半到两年 未来的一年半到两年 因为这个交地之后 其实建厂开发 是属于厂商自己的经营决策 他觉得市况好 那当然就加速他的工厂开发 我们就会发给他工厂登记 他有 实际上产业的运作之后 当然就会有工厂登记 就我们当然是一个辅导 你的意思 这些工厂 可以带来了 两百五十七亿六千多万的产值 那 对地方来讲 可以带来我们的就业人口 有三千九百 三十二人的就业的机会 会教授 是 这讲要做了 是 不讲一讲做一讲 完全让人民感受不到了 身为我们民进党的党议员 我们期待民进党 市长林佳荣能够尽速完成 这个时辰表 可以带动我们台中市的经济发展 那我现在在问你 丰州工业区的二期工程 现在的进度如何 请你回答大家 丰州二期现在目前还在做这个地面的一个整理 那当然现在目前其实最关键的是 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因素 所以它可能要进到二阶的环品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开发的 现在目前在做的工作 其实在进行环品的 对 丰州已经要进入二阶的环品 市长施政报告 他也说啊 今年 元月二十二号完成公开的说明会 那你请说明 这环品的流程要走多久 要走多久整个工业区能够完成 让我们所有的公司工厂 他们进行登陆 取得分舟工业区的土地 那要多久 请你回答一下 环品的时程 现在我们现在当然是踩一个一步到位的一个策略 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觉得 可能一阶 我也不会接受啦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二阶 去做比较完整性的一个环品 那当然这个时程要 其实是 重点是在于这一个中央啦 那中央它的时程 我们现在是抓比较宽的话 可能要到明年的 左右 明年的六月三十左右 这个时间我看你也抓不准 因为这边用地 其实在92年到95年的时候啊 有被不孝的那个稻草杀死的业者 也挖了太多的石头 所以在回忆田的过程 你们相当的困难 你如果说 你们预计今年六月 三十号 你们是不是可以填土 把它填完整呢 六月底 可以回填完整吗 可以 可以啦 那局长 那现在已经五月初六月底 确定可以的话 我再请教局长 你都对我来说哦 相关的整地费用非常的高 未来 我们市府各局的分摊 会不会占用我们开发的成本 如果 大家的身份都拿款 所有地主的权益 会不会提高 就是说 丰州公业区的第二期 他所要采用给我们所有地主权益的价位 比丰州一期高一倍 会不会 会不会 会关一倍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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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桌第一期 你知道多少钱吗 从三万多四万多 最高是五万而已哦 那我们分桌第二期 是不是也在这个预期五万内呢 经得经历 所有的权益 你要给我们的地主权益哦 一倍 以后会制定多少钱 你给他回答 我这个分两个部分啊 当然就是说我们之后收递给 这个厂商的这个价格 当然他有他的开发成本要考量 那但是我们对地主上面来讲 当然是我们会依照我们原本的一个承诺 我现在在问的是 你介绍 你能够制定多少钱吗 你说不比丰州一期的高哦 你这个要把我的记录哦 丰州工业区一期是不超过五万哦 他第一次制定在三万多四万多 最高不超过五万 啊这个跪点我们的中科长他就知道了啊 你不懂你可以问他啊 丰州工业区第一期是他做的啊 科长在那边等一等 啊你不想给问不想给警告 我是听说丰州二期 传统非常的高呢 你上一个局长啊都不敢给他回答呢 连制定的时间都不敢回答呢 那你魄力很好你制定有时间给我呢 啊还有介绍哦 价格你也讲哦不超过一期的价格哦 你还记得哦 您佳容当市长你当局长 你不要把他封州 以上是欧美村议员的咨询 下来的时间是赖教议员 请开始 谢谢主席 副市长 主席先讲了各位主管 大家早 还有我们媒体记者早 我们请放一下那个相片好不好 我们副市长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一级主管 看一下这个相片 大家对这个相片 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相片吗 副市长请你回答一下 这张相片是什么 菜櫃博博吧 什么人拿菜櫃博 市长啊 市长拿菜櫃博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事情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时间你不知道 有什么人知道 要把副市长叫一下吗 这个时间副市长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 什么人要把副市长叫一下 请请请 农业局长就会请 报告议员 这是夫人送给市长 希望他当了市长以后 莫忘初衷 对啦 感谢农业局长 副市长这么多 看副市长跟市长相同很忙 所以有些事情也不知道 副市长最平 这张相片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有人看不出吗 看不出吗 后一张 下一张 港农业局长 也看不出吗 没关系啊 还有一张 给你有啦 放三张 放三张相片啦 第三张 第三张相片啦 还猜不出来是什么地方吗 港节 收摘 这都里 有人猜得出来吗 我们现场的一级主管 有猜出来吗 好 金发局长请回答 不好意思 我们认为是这个水公司 总公司现在的所在 水公司啊 金发局长 你有去过水公司吗 报告有 你有去过水公司 请坐啦 你确定水公司外围长这样 里面长这样 你肯定 没关系 请坐 可惜那不是水公司啦 我放最后一张相片 大家看一下 副市长看一下 所以我们金发局长也看一下 那有一台车啦 那是什么车 在那车吗 有在那车吗 那旁边有什么人 站搭车车呢 在那车吗 那旁边有人站在搭车车呢 有看到吗 你知道这车是哪里了吧 听说啦 报告一员 肉品市场外面的 肉品市场 哪一个肉品市场 台中市肉品批发市场 台中市嘛 北区的肉品市场嘛 那请问一下 金发局长 你有没有去过肉品市场 从你上任到现在 报告一员 去了不下五六次以上 不下五六次 那里面从 内围 从头到脚 所有的每一个角落 你都有去过吗 不敢讲 每一个角落 但是大概 整个批发市场 周边我都有 大概用步行的方式去 绕过一期 你说周边 周边步行你绕过 请问周边步行的时候 你都是什么时间去步行的 报告一员 大欧 大欧 约末都是在中午之前 中午之前 你有没有下午 下午的时候去周边步行过 下午倒是没有 那么你在周边步行 最大印象是什么 在肉品市场 应该是靠北侧的地方 有一片大空地 那那边 现在目前 我在过年前的时候 我去看的时候 他当地其实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整理 所以有很多的 你有没有在外围步行过 民众步行空间 你有没有步行过 外围步行 因为我都是用公务车 来往的部分 所以围墙外 我倒没有真的步行过 围墙外没有是不是 你有没有找市长去看过 呃 报院市长 目前还没有安排他的行程 有没有找任何一位副市长去看过 没有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做副市长 也没有去看过嘛 是 也没有 以前也没有去过 我们在哪里 金钱包 也没有去过 叫中什么人 这里 是我们的肉品市场 当年啊 我们市政府最少要花200万 在肉品市场上面 但是啊 我们肉品市场 躲在附近的民众啊 总是被人遗忘 我们 副市长你知道啊 我们北区啊 现在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吗 副市长你怎么知道啊 你对北区有了解 没有了解 那请问金发局长 你对于北区你有了解吗 报院我住在北屯区 所以北区是我每天会经过的地方 附近大楼开始增加了 请问北区的生活形 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 你能解释一下吗 北区其实最热闹的地方 还是在一中商圈 文教区三明路 请问北区有田吗 有养猪吗 有养鸡吗 有养鸭吗 他是属于都市计划区里面 都市计划区里面 现在在北区没有农业区 就我的了解 北区没有农业区嘛 那为什么北区还会有肉品市场 报院这个是 二三十年前的一个整体开发的政策 那的确是有检讨的空间 那么请问一下 金发局长从上任到现在 有想到任何的方法 要迁移我们北区肉品市场吗 就迁移肉品市场的部分 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进行一些政策的了解 那当然也跟张副市长有报告过 那么就迁移到乌日的这一个案子 我们也有进行一些了解 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归零思考 其实在别的地方 我们也有开始在努力 想要找别的地方来评估 我们其实台中市还有一个大安肉品市场 大安肉品市场的规划 在合并之前 他已经做了很多新的规划 他有做很多设备的增加 他有做了在民国99年 有做羊汁专用的屠宰场 100年有做牛汁专用的 甚至还有做肉品加工厂 当然在合并之后 他有没有做其他设备的更新 本席是没有查到 可是在这部分上来讲 难道我们北区的肉品市场 不能在其他的地方只做拍卖 移到其他的地方只做拍卖 然后把屠宰的部分 分配到别的地方 其他的肉品屠宰厂吗 本席现在查到了 在我们中部这边 大约有53个私人的屠宰厂 而在我们台中市有大安屠宰厂 也有丰园屠宰厂 有很多所谓的私人屠宰厂 或许是说 我们可以把屠宰的部分开放给私人 那或者是说把屠宰跟批发分开 让所谓的批发跟屠宰到一个交流到交通方便的地方 而不是在北区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 你们知道北区真正的问题在哪吗 因为现在这个肉品市场 它是在市区 你知道现在这个肉品市场在的这个里 它总共有住多少人吗 住了6183人 你们知道在哪里的水吗 你每天去烙的那里外围的北屯郡的水 民众都说 那里的水好臭 今天早上本席 特别去把那里的水捞了起来 本席要把这个水 送给副市长跟金发局长 你们来闻看看 到底臭不臭 我来再来告诉你们 真正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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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千里的水 这的水 这的水 那是这一千里的水 这要不要拿起来 我们要不要拿起来 拿起来 这些水 这些水 要拿起来 用来 不变 不要 可以口吻 好 不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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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臭吼 不臭吼 那臭在哪 不可能 因為去到就很辛苦了 因為去到就很辛苦了 另外拿起來 因為怎樣不來 這樣拿起來 打拿起來 這 意思是想 要不要喝一口 我老婆請你 我老婆請你 時間不晚 府市長 局長 本市幫你們報告一下 民眾每天跟本市說 那水很燥 本市也因為放在那裡 本市也因為那水很燥 放在那裡 送給他們的還拿回來喔 事實上真真臭的 是運租車運過來的時候 還有 珠汁的車子在那裡 洗的時候 以及珠汁在那邊 的味道 珠汁車子會在那裡洗 真正的臭味在那裡 北屯郡的水 因為那個 豬汁的那個 屠宰以後的那些水 經過處理以後 排到北屯郡裡面 水離開了 肉品市場周圍 實際上現在在這裡聞 沒有味道 可是那個氣味啊 真正的氣味啊 運租車的那個氣味啊 沿路一直走 到肉品市場裡面集中在那裡 不會散掉 然後因為附近都是大樓 那裡的風其實沒有很夠 不管吹什麼風 那些風吹的那些氣味 都往大樓那邊飄 所以那裡的住戶 都每天在承受這樣子的氣味 事實上我們北區完全不適合肉品市場 所以說本席真的要拜託副市長 金發局長請坐啊 不要再遺忘北區 不要再讓肉品市場 一直成為我們北區的惡夢 這惡夢啊 要干外一屬喔 以前的市長是一直跳票 從來沒有真正關心北區 民眾的需求 也沒有關心在都市開發的規劃之下 其實肉品市場已經不合時宜 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我們要的不是 市長在開空投資票 而是實質的解決問題 今天本席在這裡 要的不是副市長跟市長說 欸市長你在開一張空投資票 跟議員說 啊肉品市場的遷移 我們要的是肉品市場遷移 沒有錯 但是不是空投資票遷移 是實質解決的遷移 你們可以做任何的規劃 但是不是跟我們說 啊嘿遷移到哪裡遷移到哪裡 今年計畫給我們 明年計畫給我們 到底什麼時候計畫給我們 實質的給我們答案 而不是讓我們民眾 一直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然後跟我們說 啊嘿 會遷移 會遷移 但實際上都沒有 我們實質的問題的產生 在運租車 那個株子的氣味 株子的他排泄物的氣味 那非常的重 已經不適 以上是賴教委議員的諮詢 接下來是履歷法議員的諮詢 請開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副市長 我們幾位局長 我們的事務同仁 我們議員同仁 我們媒體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姐姐 我想今天最紅的也是 精發局啦 因為精發局長 在我們大台中來說 我們整個產業的暢望 我們整個在台灣的年產值 由這些中小企業創造出來的產值 可以說是台灣一股 非常大的經濟的力量 只是一個重點 我們大台中 尤其是我們屯區 不要說屯區 黑日 新港 台南 很多地方一直都找不到 一直是供應不出 足夠的工業區用地 就是產創園區 所以啊 我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台中 還有多少工業區用地 準備要開發 然後在我的 在我的屯區 我的太平區 實在是欠缺到不行 所以因為欠缺到不行 很多百姓 沒有保守 他們的工作 齁 產業鏈的結構是環環相扣 那俗稱產業就是欠缺 欠缺的 欠缺的幾乎就是 自己一雙手 太太 再做 做到保有規模的時候 開始 三五個工人 二十個三十個工人 但是他們 他們生中的改動 他們有一點能力 想要買工業區用地 真正的 買無地 沒辦法 他們的所在都無地 可以 只有 想辦法 買一塊農地來打 所以啊 是怎麼我們台中市 沒有這些問題 我們台中 這些問題 真的是 所以說 副市長你也知道 這個問題這麼大 你自己也說 這個產業界的 整個的接觸 整個的參與 那麼的深度 你知道 原來你接觸都在台中市 台中館你接觸得少 這個問題是很恐怖 所以說 沒辦法農業區用地 就把它打下去 地木賣哈 已經違規違法 但是這個八成 要怎麼辦 他已經有社會責任 不是因島 他父母吃飯 跟孩子吃飯 是他錢的人都要吃飯 二十個三十個完工 甚至到四五十個 用圍張的工廠 我認為說 這些事情的三星 政府要在設計 協助 但我們政府啊 我看台北出的人好配套 有他的配套 就是說你打我聽 尤其是一百空四年以後 只要喝到兩市長的人 這麼多 結果 黑手的錢很多 但是黑手也聽很多 現在很多 很準備要拆除通知的 已經被拆掉的 我告訴你 三一城區 都在拼角在扣 我想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沒有解決 真的是對不去八成 所以我要知道 到底 我們現在台中市 還有多少工業區用地 等待開發 副市長你知道嗎 其實 我住院後 這四個月 每天 不要說每天 每天 每星期都圍到 剛才去土地 你最老金 最老金喔 對 這樣你就是 真的已經了解到 基層的需求 是啊 甚至 一些天家糧的人 支架也好 金主也好 人家搶去 找你 跟你說 這要怎麼辦 當時要來聽 當然你也沒辦法做主 因為那是法規 但是咧 這麼多百姓 產業界 黑手改的 老闆 都在捶賴 他們 怎麼會叫他 支 市長你想 你遭到的問題 我們在基層 我剛才多 真的 看著都很不看的 很不甘 三一城區 這要怎麼解決 政府現在有配合嗎 我們還有多少工業區用地 等待開闢 你給我回答 好 認真說起來 我照顧之後 就是找三十四地 你知道嗎 三十四地 三十四地 就是拜託 金發局 都發局 地震局 到底有比較大的社會 但是 剛才我們 之前 議員問的時候 就說四地 那四地 誰是可以說 在哪裡 就是剛才 說我們太平 太平在哪裡 太平產業延期 坦創延期 坦創延期 不是坦創延期 我告訴你 這塊你也敢說 說就是 這是 我們四地 之前 我剛才六四地 我說 我們太平 下地下地下地 班祖丹 所有六四 我給大家都移植的要地 當算 你六四地 去我那 他說要土地 我叫我們 議員金當時的副長 把這塊 拿出來 就是現在的 11.5公斤 他現在的照片 14.5公斤 是因為有一些民地 比林一起 合併開發 再來就是 有一個七七大塊 所以 其實 他真的沒有多大塊 我跟你說 這塊你就不要說 已經有了 你還沒有 沒有 這塊雖然有 問題是他們 他就剃棒了 我告訴你 從那裡 跟湯匆的當事長 不然 雖然放在那裡 沒辦法 這件事 本色一隻 對 地方大聲聽到 我們要開創 大家是基態 還要死 痛還要死 一直問 大家都一直傳真 透過有福福處 傳真說我們有這個需求 我們有這個需求 對 今晚是待會兒來 當年去併 你就知道說 維護無處 需求單 所有工廠 大家是多想買 我們開發不出 對 對 副市長 我告訴你 這個開發不出 再來本色有一個看法 對 這個看法是 地方的八成 現在告訴我 所以我告訴你 對這件事 你們的開發 產創園區 到現在為止 讓大家很希望 你知道 當時開始 這年喔 我拿個東西給你看 太平的產創園區 從一百一零一年 開始 設置規劃 一直進行 開發中 到現在 還在開發中 還是 開始復中 或者 無疾阿中 這就是本色 今天要跟你探討的 死去了嗎 沒有了嗎 沒有 不存在了嗎 不是 但是 如果他開發中 對 我覺得 真的是沒有行政效率 一零一年 今年一曠四 經過三年的時間 我們還在 搞不定 拿不出主意 這就是 地方八成 我現在 代替地方的八成 大聲的疾呼 非常的生氣 替百姓怒 為什麼這樣 開發中 一直沒有進度 開始復中嗎 無疾阿中嗎 副市長 太平八成 給你們拆處 給你們拆工場 拆得很切 現在我代表他們 副標這批 謝謝 真的 我真的要告訴你聽 一百零一年 到這尊 不來當一個副市長去找過 藤家人 當事長 聽說蕭家綺找不到 看你比較厲害 找不到 我有去找 對啊 所以一百塊的事情 台港外的手段 我認真去找 人家都笑說 什麼大台中的學兵 一點的行政效力就沒有 我說 現在林家龍 可能會比較厲害 進行 百姓還是有感 他們感到什麼 就讓你們自己聽了 只有這種感覺 看你要怎麼樣 所以我沒有全工 你知道現在是跟藤家在桌 你知道嗎 藤家在桌 藤家在桌 這個流程 是我們有關單位的去處理 對 第一位你開一個作單位 好好把百姓作單位 但是 本色 這塊地開始進行 開發設置 廠商進來 雲酒公司 嗯嗯 那不是雲酒 是雲酒 我跟你說到現在沒有進度 是那個公司沒有在調 他們聽說開發計畫書 到現在 開發案不當然嘛 你要想 這個事情要怎麼拖廠 八成對我們行政的能力 是怎麼給我們看 是啊 所以 我不知道 剛才說 一百公元年到這段 怎麼在這裡去找過 我只有一天四個月 我去找過 所以表示我有認知要去做 但是 現在一直在 藤家說 大家藤家說 你要同意 看是要發電修 或是要共同開發 現在卡在這裡 不是卡在我這裡 那咧 我們現在這樣辦 對 應該是我們要來進修 來開發這些快 因為基本上 因為建議說 要來合併 合作開發 會出一個事情 因為這個合作開發 這個案 還有行政院的 那個法案裡面 全部都躺在那裡 沒有動 如果等這個等到來 我跟你說齁 真正你做 要怎麼做 但是藤家就有 帶藤為帶藤的 款頁 你知道嗎 你也是要聽 人家不傾 因為地方的需求 這麼需要 尤其中有這麼多 你都違法違規 你不能用這個做需求嗎 所以這個評估 你要訴求到 給他們說 趕快買我們 對 我也敢不敢說 你說 你不要動這個 開發 我營修喔 他說 好 我們回去當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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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啊 是 有市長 沾對這個方向 我們要去沖 因為你在沖這個方向 關鍵蒸修以外 對地方 人家會覺得說 經過兩地人 兩市長 當然我們現在 接任 一百多天 可是 都沒有進度 所以是開發中 大家也在照 那胎死腹中 看起來是開發中 我們無吉阿中 要去世 那是我情主 我民主 沒有哪裡 可以做一些建設性的事情 我就認真是聰明 所以你想它的可行性 可行性 我現在是一直 台湯的地人 那減最多 你沒有意外的配合 那乔治生收呢 給錢 最后就是剩這條路而已 所以現在這條路 你先讓它 核准我們開發 到現在開發都沒有 地方是這樣看得流暖 對不對 有暖流到沒有暖 所以我們就是 台湯 我們現在進行的狀況 它的可行性 跟可能性 跟 什麼時候 現在只有一條 就是說 我給他時間 他當時說多久 他要買 我們就要電修 我們就是開發 最後統帝也要告訴他 用證書 沒什麼好說 證書是變成 就是要有一個時程 你才可以 他現在 一條路說 沒有啦 我也要合作 他不要給你發 我不要 他沒條 這樣拖我是麻煩啦 幾乎是枕頭頭痛 但是 我也是要尊重他一個時間 好 副市長 這間在地 在地方 就是一間大家對政府的信任 檢照 過來 他一直拖地 竟然 一百萬年他 全拖 拖到變成平台 竟然 去年 一百萬年 他要相保很多 所以說 剛才想要要六百萬的 對家 你們想哪有可能 沒有啦 給你五百萬 新的這樣有聽 新的這樣有聽 新的這樣有急爆急差 新的齁 那如果巨大的 巨大的 是危險的才會先聽 我告訴你 那不是那時候台立小姐 我們也很不敢 你現在開始做我的堂 對 我告訴你 好啊 剛才我用不著就處理了 沒有啦 一九月而已 你喝到龍池中露冷的也不是 對阿 不夠好人一直要聽 喔 當然你們幾點 這麼有說是要聽嘛 但是 任市長就又說 一百萬年新的再急爆急差 進政的勒 就是 如果有公共危險的 就要聽 阿公共危險 我們看得太嚴重了 我知道 我們也為了法規上 安全上 使用上 生命財產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要有配套 你配套不出來 只有我要聽 所以說任家龍市長 你要報告 好 我們做市長的什麼都不知道 夢夢妙妙 是怎麼樣 八成就是無工業庫用地 不知要打 他今天打到你口口要牽牽 不然你給他輔導啊 你抵給他用啊 所以你抵 你所有的土地在哪裡啊 你開筆出來啊 我也說過啊 秋年地給你土嘛 在外地下我們把土屋嘛 南投工業庫就可以這樣 對不對 太平洋我們資産的山嘛 來撈啊 來撈山 來設置啊 來幾月啊 這樣的時候才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是啊 富市長 我們如果沒有這樣做 我告訴你 你落後你就不知道 所以沾對這個問題 本色要給你建議 你要用很多精神 不是這些的 喔 產業這地無國好 就沒有經濟 沒有經濟 沒有經濟 要怎麼有台灣 沒有錯啦 你的就業人口要怎樣 這樣都只要在做而已 黑手會在做環環相扣 大家也做得最少 所以我沾對這件 我要向府市長報告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趕緊 想辦法來開派新的 也不可以用這台產創園區 沒有啦 一台一台 跟現在開派的計畫不好 已經沒有三年了 這樣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三年了 你還要開派一些新戰場 不能給你靠這台 靠這台在哪裡 當然 我早上不可以跟你報告說 我去找三十四台 每個都在進行 但是 沒有一個行 真是沒有那個行 三十四台都大大大 大小的都有喔 這樣可以把東西給我嗎 我們太平洋路 我們要來努力 人家在哪裡看 我也要給你看 大小的我們都接受啦 大小的我們都接受啦 你跟市長說 沒關係 我給你市民的 看我們人家人家 做多少工作 市民的東西我來了解一下 因為你知道 只有工業區用的地方 在幾個區你知道嗎 對阿 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共用人 所以你要跟市長說 不欠不是最好的政策 當然 要怎樣 你就要攻擊他們 你不攻擊他們 你自己想不想 很可能耶 市長有這樣交代來 要聽真正 真正愛話 你說得對 其實你如果有機會 我告訴你 你就知道我們做多少工作了 但是 現在的地方都要罵生年齡 你也要知道 對阿 對阿 市長是很大 我未來做副市長 我就聽太多了 不然我才認真 對阿 現在我們為了這一點 我們妹妹你會衰他不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我也不想要我們 所以我告訴你 八三號標 尤其是支持這些媒體才會動欠 對阿 沒有支持 媒體還要賣 支持這些人在賣 我告訴你 為何我來的媒體 我們聽得很不敢 好人 我也告訴你 你是支持我和支持林家龍 我一直在動 我沒有 聽得到 是市長在放假 不是我在放假 對阿 所以你 你要知道這個事的嚴重性 對阿 我是希望你把工業區用地都拿出來出來開發 好 解割問題 我們等這個來看 好 謝謝 好 以上是李立法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 輪流李天生議員質詢 好請開始 謝謝 感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大家好 那我想 這個 工業區的開發 是 應該叫做 刻不容緩 這都是要快點來做 尤其 我們現在 在我的選區裡面 在燉區 包括剛才我們李議員說 在太平區 這個燉區裡面 很多 我們的工業用地 非常欠貴 那麼 不知道說我們的副市長 剛才 我看你 也要回答 到底說 我們的工業區 在開發 在燉區 其他所知 不要說 除了 太平的這個 產業園區以外 還有什麼 副市長 你可以跟我們回答嗎 沒關係 主席 來來 你直接回答吧 好 你剛才李議員在說 你就知道 我找幾個 包括剛才黏的 我一直跟你們說 你們說 你不要說 你就是 比較有可能性 因為你 副市長 開出來 有什麼地方還要變 那些都要抗日米酒 所以剛才我 刺的是 比較接近 接近的就是 包括剛才我 燉主 那些都算死 台立有沒有 台立就是 我們可以說 台立的園區 現在已經有 對不對 是嗎 目前 我是在台立 台立哪裡有 沒有 認真說 台立現在 每次是 偉張那些 看得到 怎麼跟他們 做好事 目前 台立沒有一堆 一定來開發 就是現在 文創園區一定 所以本社在這裡 要跟你說 文創園區 那不是工業區 文創園區 是軟體園區 在建大樓 在做辦公大樓 在座廊 對 那麼 你也知道 我們歐齊區 要買的東西 不是這種東西 我們是希望 真真正的工廠 可以生產 可以放機械 那麼 我們一直在 雷利風神 以後的農地 不能搭 所謂的違章工廠 即爆即猜 你也知道 台立已經搭到 非常嚴重 就是因為 不夠 剛才 我們的議員長也在說 是不是這種訴求 可以跟我們的 可以做一個改變 是不是副市長 你有這種規委 跟市長建議 有嗎 有啦 所以我就說 我先來找那些 當然 你說要在台立 還是比較黑人 這個附近 我們現在的地方 只是說附近而已 對 本來說兩次就可以了 因為他說 就擴大 我們想說 這就已經好了 所以說 要來擴大 再開兩次 公眾完成這個法定程序 不然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很清楚 基本都不含台唐 簽約 只要是虛晃一朝 對 跟我們騙的 對吧 所以說 過去我們也不要被騙 對啦 沒有被騙 這個林家龍的市長 我們的團隊 不要騙的 對啦 我們騙 我說真的 副市長 我們在做的 就是要做有的 做比較重的 你說太平的產業園區 就已經開始 頭洗下去了 後面不知道要怎麼收拾 不知道 但是我們也是盡力 來完成 這是太平的地方 台立的地方 本身也希望 你要找一個地方 來做啊 我也有 我們的市長建議過 是不是什麼地方 比較好色 我們來做一個幾個 不知道說 副市長你知道嗎 你說台立這塊 是啊 我問一下 我們沒聽到台立 是呀 我知道 後日有 是呀 我說齁 所謂的開市 你也要有想法 想要來做 想法 想要來開發 對不對 你也不可以說完全沒有想 沒有啦 台立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完全沒有 這樣就不對啊 現在就是 八月的地下 有可能的先走 不是啦 你如果找一個 完全鎖地 還沒很久的 浪費時間 我告訴你 你來自三月 我們這個 所謂的中小企業族 真的非常有需要 尤其台立 對啦 我跟我說啦 所有去打工場的地方 台立打得最嚴重 希望台立打得最嚴重 你也知道 台立 這個地方是 秋冬區的重鎮啊 很多 秋冬區 所謂的 那個 基礎產業 這種傳統產業 都在台立比較多 他們的東西 我剛才說的 有一個地方 讓他們放基礎來行善嘛 所以說這個部份 我們拜託 副市長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啦 你回去 如果是你剛才的 你跟他說一下 當地的工業庫 有在開會嗎 開始開會嗎 有開始想法嗎 這很重要啊 有一個想法開始 才有可能 你不要說 礦日費時 從一個縮地開始做 做到來 他不知道多久 那不一定 人過去 在台中館 廖養館館 你也要接種過了 對 人家在做這個 都市計劃 把人家二十年做不起來 人家四年起來 就做起來 很簡單的 就是要做得不做而已 我們自己要做得不做 好 所以副市長我拜託你 本身要求 在台立的部分 應當要來的工業庫 好嗎 再來 當然啦 建設也要建設 但是管理也要管理 我要問我們的財政局 財政局 局長 我要跟你說 這個 這個 我們有很多 所謂的蚊子館 我本身也有 聽說 你幫我請教一下 我們到底 我們台東市目前的 所謂的蚊子館 就是閒置空間 沒有利用的 到底 有多少 那麼 你也很認真 回答本社說 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 總共 二十間 閒置空間 目前 有管理 立案 立案的 這個部分 二十六間 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 有在建設 但是建設 之後 沒有在用 這是一個非常浪費的事情 那麼 很多人在說 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可怕 我們青菜 開一個 這個 場館 都要算益的 這個部分 到底 我們有 全心在管 但是 本社 表現一件事 我把你落地 讓你抓 你把本社說 這個 所有的場館 都是由 所屬機關 經營 閒置空間 列管 情形 各建物管理機關 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自己在管理的 言下之意 就是說 我落地 讓你財政局 部份叫你去清查 你把我清查出來 就是說 這個困難 他們肯定 要去處理 我想 這是不好的事 為什麼今天要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自管由誰管 我們自管 要由誰來管 我們自管 該誰來管 新政府 要由新的生活 你就是因為要 有一個 統一的一個政策出來 誒 世權要統一 副市長 我們不能像過去 這樣說 保護 算算說 反正 如果是文化局的部份 就是不要把自己去管 他們在 黏 要把電控文字管 在哪裡 他們家的事情 跟我們無關 政法局也一樣 你有這個場館 是閒置的 你跟他說 那場館 政法局自己去管 跟財政局無關 教育局也一樣 尤其教育局的部份 有更多 那麼為什麼說 本席要提出來說 為什麼叫做文字管 該誰管 副市長 我想 就該由你管 你要統一事權 好嗎 我講一下 來 報告主席 我講 其實 因為 財政局我負責 是 他們在創這個 閒置的時候 我都開花 是啊 我現在覺得 還要找出來 我剛剛也有說 還要有一些 對 以前鄉民代表 開花的地方 怎麼都沒有拿出來 我覺得 提醒這點 我也要再拿 所以我現在每次看局處 就是說 把目前列館的 閒置空間的 再加上 現在 沒有在列館 但是 國 局處 知道的 都要等出來好不好 我會去做這個工作 不是說 其實 財政局很高的 我再仔細看一看 農總有二十九位 並不完全 我跟他說 台立就好 台立 文化局所下的 鵝議館 我們民眾給我 反映說 議員 為什麼八十六百都關 我很歡迎 雖然是外外處理 但是沒有經營 怎麼關起來 你覺得外外是什麼 外外 是何外外 是拜託人來做 那庫兩庫不用錢 那庫也經營不住 就關起來 怎麼這樣子 就沒有在我們的 列館的閒置空間裡頭 因為你外外處理 人家不在哪裡做 也是關起來 對我們的百姓來講,對我們的市民來講,他的觀感也很壞 那也是閒置空間,沒有在這裏面 我為什麼要找財政局 財政局在管理財產 財政局,如果所有的局科室 如果財產要處理掉,也是要經過財政局去匯政 報告議會 所以我為什麼要找財政局來講這件事 就是希望財政局,因為副市長現在有下令了 他這邊要匯政,你要支付三天 所有的閒置空間,所謂的文職館 到底有多少,過去的政府做得不好的 這些閒置空間,是不是要做一個整合 我想這是需要來這裡,本身幫你提醒 本身希望你要做得好事 但是閒置空間,我提醒一下 那個金發局,我要跟你黏一下 雖然大家,財政也都不錯 但是,金發局在大理市場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請坐,我沒有要跟你回答 副市長,金發局的這一個 我們在大理的市場 所謂的第一公有市場 大理區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經過了我們這一個 呃 內政部 把它畫作文教 地啊,文教用地 社交用地啊 把它畫成這個社交用地的 結果 它也在做閒置空間啊 那面上有我們以前 但是市公所 下去整理的 開八百幾萬 下去整修 來做道書館 做做那個 體育委員會 做做客家委員會 做做很多 多用途使用的地方 結果我們現在 這個政府在那裡 別說爛啦 過去啦 市政府在那裡 跟人家說 那都沒辦法 讓他畫出來 竟然把他補起來 市政府說 那有閒置空間 那些人說 阿議員 你閒置空間 我們還在這裡 把他畫出來 讓他做閒置空間 這也不用太陷 所以本身在這裡 拜託副市長 這件事 我現在正面 用這個機會 給你口頭的質詢 你就去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 是不是事權要統一 既然有那麼需求的 那個單位在用啊 那麼市政府 立場要給人家看出來 才來講 閒置空間 因為沒有人要管 因為 本來 圖書館的部分 是區公所在管的 那體育委員會 那是體育處 和學校在管的 現在還發作文教用地 發作社交用地 因為是社會局來管的 怎麼會有一個地方 市場用的 本來是進發局在管的 進發局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之前說 不好意思 經過大家的討論 不好意思你 這五月以前 把他管出來 不然你要把他賺錢 政府對政府 怎麼會有這種事 所以說 閒置空間 文子館 衍生的問題 希望說我們的 目前在執政的政府 不要製造文子館 本來就是用的 因為你事前沒有辦法統一 要把他管出來 才來講 那變成閒置空間 不然這也太陷 你一笑大方 好不好 副市長 本期在這邊 做一個提醒 以下的時間 我交給我們的賴家瑋 賴議員 賴議員請歡迎 謝謝主席 我們李天生議員 真的用心良苦 也希望 副市長 在座的官員 能夠好好的 把所有的問題 白費代心 一次處理掉 重點是 動作要快 沒有 我們每天在這裡 質詢 也沒有 在這裡 想要請問 我們財政局長 本是在財政經發委員會 當時有審查到我們市府 送來我們自來水公司 水源地的土地出售案 當時有請財政局長 向自來水公司要求 在大會審查之前 向自來水公司要求 要向本會來報告 那不知道說這件事情 我們局長現在目前是處理的 怎麼樣了 報告主席 好 謝謝 大議員 知道我已經請 自來水公司相關的主廠 一間六七名 來財政局 那麼這個案子 我們認為說 既然你自來水公司 台中市對它不薄 我們懷中公司 懷市市區管理組 那麼這一次 他在這裡要興建的東西 裡面 因為都市計畫變更 在其中 有一個六百萬的回饋者 給市政府 讓他一千建筆 可以做餐廳 我說這件事 跟聽者聽的事 你一定要跟我們 議會 北区議員選擇 這裡 做一個生粗部 來清告 來溝通 甚至跟我們的財政局人來報告 然後你將報告證件 資料送完 我們來請 請這個交集員 來訂這個時間 然後將他們的 環傳的資料 拿出來 我們來開會 感謝局長 現在聽起來 局長請多 現在聽起來 我覺得自來水公司 應該是會 跟我們市政府 跟我們市議會 坐下來 三方會談 會開會 聽起來是應該會 會 不會發生 像 北傑總控 就是躲在合約後面 不敢面對狀況的情形 然後 不敢坐下來 公開承諾 不敢坐下來 開會的狀況 所以說 其實我們 財政局長 真的非常有效率 其實在這裡 我們並不希望說 自來水公司 變成北傑第二 我們希望這個議題 可以在這個大會裡面 受到非常大的重視 很好的答案 我們也希望說 除了我們財經委員會 議員之外 也可以有事 你可以出席這個會議 你請到你的 5月27日 進行總質詢之前 可以得到答案 謝謝 好 以上是李天生議員的 實行時間 接下來 歡迎順序輪到 煥宋裕議員 請歡迎 主席 郭教授 記者是這個 大家午早 大家好 不是說我們 鋼拼親鋼 主席 這立鋼啦 我就做到早期人 做到主席 主席我可以說五分鐘嗎 哈哈哈哈 好 主席我要請教我們這個 財政局長 以目前我們的財力狀況 如果說 重新用市場用地 來徵收市場用地 來重新來蓋一間的肉品市場 你看我們做得到嗎 你簡單回答一下 報告主席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發理員 我們台中市 馬面市場 現有在北區 那麼當時 這個土地 是要把八成徵收來 用徵收的 分成兩期正說 第一期 經濟的部分 是早期 第一次來的 這裡六十米台 六十四五年 那時候 第二次是 第二 沒有 我沒那麼多時間 可以還是不行就好 我想 這個地方應該是 先變更 讀書企劃 把原有的作品市場 變成的住宅區 然後市政府 提出了一個 變產住產 你現在把財產變成 如果用先行電款 方式來 綵修市場 不然這裡處理這些東西 有辦法做得到 不然這樣而已 一幾月就好 你買 市政府應該做的 我們會派優先盛氣 輕重反擊 那麼如果說 肉品市場 要搬去的地方 是市場用地 那麼我們可以用市場用地來開發 那麼如果要搬去的地方 根本就還沒有地點 那麼今天說 有沒有財力去做 你那是黑木屋 黑木屋 黑木屋 那是公有土地 以前代理價 補賣地 還要徵修就是了 那些所謂 我有聽說 去做什麼地主 探柑 但是到最後 沒有結論 那麼 這個 肉品市場 本身是 我們一個山火公司 台東市政府 馬雷公圍 農圍 合主的公司 對啦 你如果要做 財力夠不夠 可不可以做 你做幾個 做要20年 對嗎 你有沒有把市場建議嗎 真的市場好 他要搬去 財力夠嗎 只要 他同意 變產自產 那邊我們先來處理 這邊交給蘇政府來 後期來處理 這個財務上 槓桿就會平衡 好啦好啦 那個 清清局局長 齁 我發現 齁 你的反應半半拍 檢訊給你 你也沒費 電話卡你也沒費 什麼 聽你講話 看得太爛 對吧 你建國市場 我問你 有很多建國市場 你該講的 你當一個局長 該發言的 你都沒有解釋清楚嗎 你讓很多 這些民意代表 深受其下的深信尼虎 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你看你很多攤商 你們之前 這些契約 這些契約 要給你要個契約 好像也很難要得到 你都看這個董周 王誕生 局長所簽的契約 跟攤販 所簽的契約都在這邊啊 你武金行的契約頻數多少 5.8平方公尺而已 這不夠兩倍 你果菜市場 6.71平方公尺 6.71黑白 也不夠兩倍 你的 群肉類 5.8 也不夠兩瓶 有沒有 這邊是王誕生所簽的 然後你的裝飾肉品 裝飾品類 兩瓶多啦 八黑白多 雜肉類 比較大一點 12平方公尺 總共要四倍 這是他們當初簽的約 是不是 坪數也是這麼大 你今天一個民意代表 要接受 這個攤商 攤商成請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了解 當初 不管是改朝或是換代 這都是他們 之前的市長 跟他們所立約簽出來的 今天有搬到這樣的瓶頸在 場地就是那麼大 大家本來是按下二樓的 現在都要搬到一樓來 攤商就只有七百七十一個攤位 要多增加一個 都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 大家找一個可替代的方案來遵循 你沒辦法解決問題 攤位就是這樣而已 一個蘿蔔一個坑不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對外說清楚 講明白 你覺得那些攤商 我們不想說予取予求 但是 他們需要的 跟當初所簽的契約 就是在這裡而已 沒辦法 要嫁也沒辦法 當然攤商他們所反應的 包括水溝的問題 不夠大不夠深 這個東西你要改進 還有那個殘障的問題 這個也要改進 因爲什麼 因爲殘障的問題 一定是你申請過不過關的問題 但是你沒辦法 你殘障的問題 你要增加個殘障區塊 你甚至會擠壓到你們攤商的位置 攤商的空間 不是嗎 所以像這個問題你要去處理 你要回答一下 主席 謝謝范議員 我想這個 有關於這個殘障車位的部分 殘障的這個坡道的部分 怎麼樣把它緩化 我覺得 技術上我們可以再找一些替代方案 不一定要直接的上去 那你攤位的空間問題 你怎麼解決 攤位的空間問題 我想這個 當初 陳武剛剛 范議員所說的 當初都有一個契約在 你講話所有民意代表知道嗎 沒有啊 我想這個多次 我們在跟這個建國臨時市場 或是建國就有市場 在溝通的時候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依據 那當然 我們虛心的接受議員的指教 我們後續還會再強化 整個說明跟溝通的部分 我想 最核心的精神 是說公有市場 今天我們要解決問題 不是要再製造問題 今天約是這樣走 照片照鏡 沒辦法 每個人都要到一樓 那不是這樣 所以你今天攤商的要求 是沒有錯 真的太小 太小 沒辦法 藏地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讓 攤商他們知道說 你們今天反應的東西 要有辦法解決 如果沒有去 你就沒辦法經營了 是不是這樣 包括剛才 有人拿去說 三樓的兩棟 三樓兩棟 你會把一樓的時候 你如果要做生理 你也沒有空間了 是不是這樣 我相信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 告知他們 那些 攤商 讓大家能夠找些 一個替代的方案 如果沒有辦法 你又拖下去 一樣 你也沒辦法解決 押過來 你每一個攤位 政府發的將近 八億九億多 十億多 蓋了那麼大的一個 琵琶中心 建國市場 一個攤位 這麼繳五千塊而已 真的 是啦 我們說實在 政府 做了幾樓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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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是相輔相成的 沒有是誰對誰做的 因為我們也要靠他 給我們政府的政客發展 經濟 沒錯 但是一個湯匯五千塊 總共七百七十幾個湯匯 你能夠收多少錢 你給我答付一下 一個月也才差不多 就是三十幾萬這樣子 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一個月才三百多萬 包括你要放冷氣 還有一些水電 夠不夠你開銷 夠不夠 初期財務上面的確會產生一些困難 你要政府才掏錢出去 這不是應該 應該有的一個 一個情況 所以你要告訴他們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範圍之外 大家雨露驚瞻 做成是要探錢 我相信這是不外乎的 但是你這樣營運 你要能夠經營的長可久 不是你要做做兩百 你就不知道要做完嘛 以後有可能被文治管啦 以前你做不下去的時候 就打造了 有可能啊 所以你要知道說你收多少錢 做多少事情嘛 包括你現在的停車位置 勢必你要委外 因為你要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你不要七十八十 你跑下去那些人 一塊給你停一千五塊一千塊 如果消費者我們去那些花錢 沒有要停我找你我跟你說 對不對 所以該堅持的該依據的你要做得到 該解釋是說明白的 說得清楚嘛 沒有你去的時候 大家我們去那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每個他上講的都有理 大家說都有理啦 但是位置就這麼多 你要怎麼改進 該改進的我們改進沒有辦法改進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要不然你建國市長再拖 我拖在每年就沒辦法開業啦 好不好你這麼多啦 再過來 我是要請教我們這個農業局局長齁 你現在你住哪裡啊 你住台中 報告委員 北屯區 你怎麼有指教我 沒有 沒有啊 你管那個動物防疫所的 你怎麼管 動物防護處的 我當時要問處處還是要問你 你這麼多啦 你這麼多啦 這不是你的問題啦 這是我們編制上的問題啦 農業局 他要管得太多了 關到動物防疫處啦 我這問處處啦 動物防疫處處齁 目前我們現在安樂死的比例大概幾% 百分比是大概21%左右 那營養率呢 營養率的話是大概61% 好 現在在你們目前那個 這個單位裡面啦 你們現在收容的這些 狗跟貓啊 總共有幾次 我們大概收容都是大概500到600中間 600啦齁 受益人數咧多少 我們受益人數大概目前編制11人 好我希望說齁 當然我們希望說在 一兩年以後 動保團體他們要求 希望說安樂死能夠達到 0的比例 這方面來講我希望你安樂死 一定要再往下降 然後你的那個營養率啊 營養率像這樣的一個 當然像營養率也要降低啦 能夠給民眾一個更大的空間嘛 那不是這樣 所以說 我們現在目前只有一個 一間而已 目前這些收容所 才只有這個地方而已嗎 還有沒有別地方 還有我們台中市有兩個 一個在南屯一個在厚里 都有嗎 都有在做嗎 是都有在做 我是希望說 我是希望說 未來 比照 台北市 跟 其他縣市一樣 我們 能不能成立一個寶葬的 寵物的寶葬所 有沒有 有沒有這機會 大議員那個 我們目前我們處裡面的編制 有一個是 動物生命禮儀組 就是 有在朝向這一方面來努力 有在做嗎 做什麼程度 目前然後就是我們 就是先 在我們厚里收容所的地方的話 就是先可能 蓋 蓋那個 你應該先做分化爐吧 是 做什麼 有已經規劃在 今年度會在 我們厚里的收容園區裡面 把它那個 胎換 都已經合併四年多了 現在才在做 對 我想 一般的處理寵物 大家要寵物都要養 大家寵物死掉要怎麼辦 又交給那些醫生或是這些 不是說合格單位隨便處理掉 甚至於那時候帶你包一包 在你本座裡面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 阿 對了 李遠說的 死娘吊起頭死到放水流 這個已經舊觀念了 好不好 是 你分化爐搞了那麼久 東房一處成立那麼久 居然找不到一個合法的分化爐 你也給民眾 一個 一個 處理 動物屍體的一個地方 不是嗎 是 這 合物我們的環境衛生嘛 也不要讓很多民眾 為了要欠一些錢 垃圾袋包一包 當然也是到浮河爐裡面去沒有錯啦 但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在一個成熟的一個城市裡面 不應該有一個 一個方式啦 好不好 是 還有很多 冰障的動物的冰衣所 其實你也可以成立這樣的一個冰衣所 所有的冰衣所都探集嘛 包括北区的冰衣所 一年貪的兩月 冰障所一年貪的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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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障所 一年也能收一些錢去賣啊 補助這些 你們的開銷嘛 動物的飼料也可以啊 難道不是這樣子比較好嗎 主任 是 這個是我們以後的規劃是 讓這些 市井小民 尤其對動物喜歡的這些動保團體 他們有一個依循的對象嘛 至少對動物 他們基本上動作一個寵物啊 我希望說跟給他們 有一個依據 市的群也有一個 一半這樣 這樣好不好 很厲害嗎 還要告訴我 你們現在的稽草人數現在多少 所有的動物稽草人數 動保稽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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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啦 動物 現在的動物這些稽草 不夠啦 絕對不夠啦 而且那麼大 現在的大量是這麼大 現在的 大家對這個動物的這個 動保方面來講 大家都 非常的投入 現在年輕人 大家你看看 出去吃飯也不夠 水餃也不夠 大家都不夠 現在大量外生的小孩都不夠 所以說也不得不 到底是狗還是貓 多一些尊重 你機場人員就是要 第一個有虐狗的嘛 是 而且這個食安的問題嘛 動物也有食安問題啊 飼料也是也有飼料問題啊 是 還有該結紮的 該紙晶片的 這個都要做 以上是 啊 換 好啦 另外 以上是 泛松毅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的順序是由 蘇慶寅議員 黃錫佳議員 聯合質詢 時間總共 30分鐘 黃錫佳議員開始 大家早 那 農愛局 黃局長 黃錫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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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基本規劃 基本規劃 基本規劃就是把場地確定還有場地上面的 場地之前就確定了還確定 無熟八道 誰統籌負責丹尼 農業局負責花包基本規劃的廠商 混蛋 所以統籌負責辦理農業局 統籌負責辦理這個花魄的專案是由我們 張旺雅副市長來統籌 副市長 那不是有一個委員會 推動委員會 是 下廈有一個辦公室 什麼都不懂 市長為召集人 設置了13位委員 組織成人 什麼都不知道 各局處所長為主要的職成員 各局處副所長 你是在做什麼 局長 副局長 包委員 推動委員會 是各局處所長 我不是當你不要把他印刷 我說推動委員會 是要發佩推動委員會 對 那辦公室呢 包委員 現在 之前 剛才我說統籌負責規劃 就是最高層級 你降位以求 衝到辦公室來 降了一階 我問東里達西 代表你都不會進入狀況 有沒有全部到齊 今天 科長都到嗎 有沒有 各個局長 你們的每一個科 科長都到嗎 有沒有 有沒有 包委員 農業局都到了 社務局 有沒有 進化 財政 什麼都不懂 農業局哪一個科來承辦 或是令社單位在負責處理 包委員目前是由運銷架工科 承辦 簡單介紹一下組織架構成員 預銷架工科 目前 下面有兩個股 層級那麼低 怎麼辦 世界級的花博 那我來問你 你不能的財務計劃是什麼 財務計劃 包委員 財務計劃 就 榮業局的部分 今年 中央核定 補助9500萬 那我們是 你這樣就可以辦 所謂的財務計劃是 你這個計劃經費的需求 由5到有開始到結束 你這個計劃就在103年 規劃到108年 你這個都不懂 照做財務規劃 那包委員總經費 我們預計是81億元 現在進行是什麼方式的模式來進行 現在進行的方式是由各局處分工 你們的書面資料裡面說 你們的書面資料裡面說 滾動式的 執行方式以檢討 什麼叫做滾動式 你說的跟我說的都不一樣 這個自己的計劃內容 自己說不出來 代表你 隨個政府銜接 救政府 怎麼去推動呢 你的經費來源 當然 當初要推動 發佈的時候 中央要補助 41億 41億 那本五配合款 大約40億元 但是 你認為這些經費夠嗎 夠不夠 有辦法舉辦發佈 過嗎 那81億是什麼經費 81億沒有包括交通方面的建設 沒有包括交通 好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土地又為了取得呢 交通費用 土地取得 這兩個大概要估算起來 還有多少經費才可以取 還可以推動 多少 土地取得要多少 交通 設施 建設 也就是周邊 拿多少錢 龐大的天文數字 你怎麼舉辦 你怎麼舉辦 正下來 你資金在哪邊 我問你 內預算在哪邊 誰要給你土地 我黃西家的土地 你沒有徵收 我要給你用嗎 不可能 中央土地 他會無償保養嗎 不可能 最低的限度 以地一地 或者油場架構 公消費 你這兩人都沒辦法辦 騙誰 騙天下 台中市民 包括騙中央 苗智慎慶慧 你怎麼辦呢 富士典我問你辦的路 辦的路 我 我給議員 不好意思 快點啦 我給你報告 我也是 大家報告 這個經費 辦的路 你講什麼 你做個企業家 你再講什麼 知道嗎 沒有錢 你土地人誰不給你用 說消費 這樣做富士典 你這個 發泊的展場 一直變變變 中央的補助 到現在 才來九千五百萬 你如何來推動這一個發泊 困難很大 我來問你 現在的 發泊團隊中 有哪幾位是前朝 參與發泊 規劃的相關人員 有幾位 現在的成員 導演兩位 剩下兩位 那其他的成員 都是你自己指派 還是市長指派 還是副市長指派 還是副市長指派 新的成員 包委員 其實 舊榮一己來說 目前還沒有增加新的 你只有兩個人 可以辦花婆 沒有增加新的 前朝的只有兩個 兩個人可以辦花婆 這麼龐大的一個預算經費 你怎麼推動 他們是超人 兩個 問給所有的人來聽 有那麼厲害嗎 你還有一個推動委員會 還成立一個辦公室 什麼是一個 目前第一選 第一選打仗的兩個成員 正式啊 我推動 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這是現在市長有核定 先增加八位的聘用人員 那這是政治人員都還沒有增加 那 王局長 剩下兩位 那 就是其他的人 你自己要另起爐灶對不對 因為 還是已經這兩位就過了 開始啦 重新來啦 當然不夠 不夠 不夠 不夠兩個就繼續混 那我來問你 你既然說財務計畫 那我就教於你 整個預算 他的分年經費需求的開算 103年開始 編列多少經費 除了傳給你 隔壁都有傳給你 還看不 總經費是多少 經常們多少 資本們多少 報告議員 我所邊的資料是 104年是總共編列 6億1200萬 6億4500萬啦 分年編列 分年編列 總統統多少 經常們多少 資本們多少 在局會不抹其職 也不專心 也不投入 蒙混 104年的經費 那農委會 補助了你 9500萬 那你這個經費 9500萬是辦你什麼業務 請你回答 報告議員 主要的是 我們 今年的基本規劃案 如果 規劃案內容啦 主要是 進行細部 規劃的一些經費 你也不說 我告訴你 你總顧問的 顧問標 的費用 水土保值跟環境影響 評估計畫費用 獲利 金銀 圍牆 工程 及 園區 老數 移植 移植 就只有這些經費 9500萬 過嗎 來 疑問三不知 再救教於你 本土 各機關 編列 花博經費 預祝你 農業局的經費 有幾個級 八個級 含你本級 七個級 每個級多少經費 有其他的相關級 編列經費 來補助你 你也不懂 太慢了 不用賺 歐元其實不是 預祝農業局 就是各局處 編列在各級 預祝到你這邊 來統籌辦理 辦花博 那不是預祝 不是什麼 那不是什麼 你解讀不對 我解讀不對 說誰 不是 編列給你農業局開 承辦花博的成績 由副市長來領金 還有副秘書長嗎 還有副秘書長嗎 有沒有 對 郭副秘書長也 也一起 郭坤明嗎 是 還有參與各級處檢認以上的人員來監認 對不對 是 郭師傅 鄭明大學 這要還有那個 心喔 還設有推動委員會23人 是主任委員一人 由市長 擔任 這麼大的陣仗 把這麼龐大的經費 來交給你 推動 我看喔 有引流有困難 那 現在一段 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成效 只有兩個 小兵在前線 推動 那 王機長 你知不知道 四月初 農委會 針對花博的案子召開會議 知道嗎 四月初 你們哥哥而已喔 有沒有 有 那大聲啦 你不知道還要問後面 誰去了 後面誰 答 乃哥 我們主辦科 運銷交通科 科長 是 你機長為什麼都不知道 誰去參加了 誰去了 那天是由 張副市長帶隊 哪些成員 四月初 張副市長 會議的結論是什麼 請你回答 會議的結論 希望我去跟農委會跟國安會去政出 那些費用 再來就是 請坐 請坐 答案很明顯 重點還是在經會 庫長你聽說 既然開支一個會 也是白開的 之前 我們的財務規劃書裡面都有 有 到現在 經會還沒有著落 農委會召開一個會 結論 還是你要去找經會 正下 你聽說 後面的土地 你怎麼去徵收 重大交通建設 怎麼去開閉 當初 成功 開一半球 為大家去 過喔 接到後面 那可能嗎 一半球要做幾百個 沒有 開什麼鳥會也沒有用 中央就是不幫你 你本五的預算沒有經會 你也沒有辦法 來推動 我看 這個花婆是未來的一個國際大笑話 現在已經 一百零四年了 時間也不多 剩下 四年六個月左右 這年 點點哪 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這個法定的 會議 經過初天 決定以後 是一個法定會議 不說話不說話 我的事情 十一月二十七日 行政院不是統一列委國家重大建設了嗎 為什麼 我們要經會都不給你呢 那 會不會有變數 會不會 你的看法 刀員 好啦 不要講啦 做Pox 反應要不 那 請教你 台中市 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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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七日 被核定為 國家重大建設 有 還在審議中 你說已經通過了 科長 什麼時候審議通過 是 剛要計劃審議通過 推動計劃 目前在出審的意見 我們在修正中 預計在 違罪區域 融會推動計劃 就是還沒通過 你機長跟我 答說推 已經審過了 有出審意見了 出審意見 最終 通過了嗎 目前我們這個月 出審意見就是 特委叫你重新 擬定 詳加其他科系的計劃 最後 還沒定案 你還通過了 還叫你補資料 聽說 農委會到現在 也沒有答應 台中市 來辦發博 有 有沒有這件事 有沒有 導演我們 上一次去找 農委主委 農委主委 是 認為這個 還是列為 國家重大建設 的項目 為什麼他們中央 傳說 不補助 到底有沒有要補助 41億 好 你有沒有辦法回答 那 你們最新的規劃 發佈總共有幾個場地 導演 1加2加10 1加2加3 1加2加3 加5 笑 我阿呆喔 是不是 好 那我就阿呆好了 跟你阿呆跟你博士來混 幾個場地都不知道 還把花博讓你們來推動 可憐啦 霍里馬場 霍里馬場的經營 風園 霍里敦 公園 還有 外埔 永豐斷的土地 四個地方 可憐啦 富士長你們看在站嗎 站嗎 我沒有叫你們 你不要搞話 你是跟那個 蔡司營一樣 很想說話 我一天 衝一條 請給你王鄧森 這樣 我沒辦法 王鄧森 網路 王鄧森三年齊了 名言 不可能 比較用心 那 國有財產署的土地 這些用地 取得了嗎 保養了嗎 保養還沒 有一種錢 好 要賠 要去取得 看有時候保養 無常保養 這都不可能 天方夜譚 你說要在自己的地點來舉辦 困難重重 尤其你外埔永豐斷的土地 是後來你們 新政府上任以後才播到那邊去 還要去要求 金黃 金黃 來 取得 但是因為 全部都被卡住了 原先的 計畫內容 要不要再重新修正 是一個地方放棄 我聽說 之前的花婆有人炒土地 現在你們把它改到永豐斷 據說 又有人說在炒土地 有沒有這回事 在周邊大炒土地 新的展場 面積又大幅縮小 比原來 胡志強團隊規劃的更小了 那 預算沒有改變 還是這麼龐大 土地面積變小 但是基因會 不必變小 你也是知道有夠 有辦法一直灌水 可能行政院看出 這裡面的內容蹊跷 所以 也不想當N大頭 不補助對不對 要你們 預算 重新 評估 擬定 有沒有這回事 有吧 對不對 你不答A好了 那麼再來問你 今年3月 AIPH 也就是國際 演藝生產者協會 春季會議在華國召開 你們有派人去嗎 導演 華國小組有派人去嗎 有 派國務院議事長去 一個喔 是 真厲害喔 單兵戰鬥 厲害喔 他怎麼發文怎麼 國分明怎麼發文 英文可以 英文可以 發文不可以 在法國也要怎樣 真厲害 英文就是國際語言 通行世界無主 對不對 當場主席 法國人議 就要把你翻譯了 厲害 實在有厲害 什麼都是一個人兩個人 八十幾個男人的人在做 去法國花多少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也沒有課長以上層級的人臉脾氣嘛 對不對 報告沒有 沒有 為什麼國分明這麼厲害 你講一下好嗎 你派的嗎 還是副市長派的 長官 長官派的 會話 我要猜哪一個長官 三個副市長 一個市長 副秘書長 秘書長 秘書長 我要猜誰 黃西家你猜誰啊 剛才你說我是阿呆 所以你叫我猜 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啦 反正你膽大妄為阿 你就叫我猜阿 這麼厲害 我說本來要爬來 財政局 法治級 還爬來 社務級 沒時間 你看看 總執行才在闊 那就 派副秘書長去 辦事情還是去探路 還是去玩 去報告 跟AIPH報告我們 那個場地有所 一個人就可以去報告 全世界能力最好的 就是 中華民國台中市政府 發佈 推動小組 一個人就要辦幾個 百個公寧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還形成現列為重大計畫 哼 可憐 還是你們秋季會議的時候 再派大隊人馬去呢 有沒有這個計畫 秋季會議啊 秋季會議他會移到亞洲 來舉辦 對啦 我問你是說 是不是那時候才派大隊人馬去參加會議 是 我跟你們老師來 我說什麼就是 我跟你們講的這裡就變死 要派幾個人 你胸友陳主要派幾個人 大隊 你的大隊多大 多大 有倫次 亂講話 什麼叫大隊 什麼叫小隊 局長 今天是 2015年5月6號 紀錄發佈 2018年 11月3日的展期 剩下三年六個月的時間 扣掉你們花了一些 歐洲 賞心六目的旅遊團費用外 跟規劃費 在本席看來 在本席看來 或者 只要頭腦清醒的台中市民來看的話 你們一切 都是空的 看的 現在 毫無進度 毫無進展 也沒有實質的進駐 更空談施工 怎麼辦啊 你看呢 還是你 深入空七十二變 還是你是入來佛祖 全球觀念 隨時你就要把把戲出來 蛤 導演5月8號下午 我們召開 推動委員會 來 推動旅遊 喔對喔 還不錯 推動秋季的亞洲大隊 旅遊活動 還不錯 反正經費有了 西部經費的這些 吃吃喝喝花花的都有啊 不錯 我們一定會尊解開支 管你要不要尊解開支 你不尊解就抓去關了啊 對不對 要不要尊解是你家的事啊 你真的有辦法 把花博辦好嗎 有信心 我很擔憂 機長 你也是擔憂嘛對不對 如果無法如期舉行呢 也沒有用啊 那時候你就要下台了啊 按照之一個效率啊 如果讓市民繼續讓你們後面來執政呢 哈 你看會嗎 你們不要澄清再贏了二十一萬票耶 如果按照目前的表現啊 你們有隱憂耶 你們有隱憂耶 你 政府官 在前方 替市長打仗 他把 這麼龐大的人力敬畏都交給你 來 退動市政 你們 你們沒有辦法做出性質 我看他喔 所用非人啊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不會喔 不會 我們做不話啊 按 我們做 我們做 以上是 黃西嘉議員 蘇清議員聯合質詢 接下來張王年議員改書面質詢 由下一個程序 李仲議員發言 你請 好 谢谢主席 张副市长 市府团队 还有议会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这个有关这个财经的业务咨询 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农业局 我们现在的农业发展基金还有多少钱 包园八千多万 八千多万啊 哎呀 你有没有看一下我们的市长的施政报告 我们市长的施政报告上说 请坐 说我们的每个小朋友补助营养午餐五块钱 将采用农业发展基金啊 啊你只有八千多万元 可是我们每年补助每一个小朋友营养午餐 就要花两亿多元 两亿多元 你现在农业发展基金只有八千万 啊我们这个市长不就是胡说八道 还是你明年想要从哪边挪钱出来 我不要问你 我不要问你啊 我只是要提醒你啊 农业发展基金跟小朋友的营养午餐 做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是有一点奇怪 所以我已经跟教育局局长讲了 希望他把这一笔钱编在教育局的本预算里头 如果没有编在本预算里头 我觉得农业发展基金啊 应该要误本业 本业该发展农业就发展农业 你现在钱也不够 你要去当这个有钱人 要来补助小朋友的营养午餐 不是我们不支持这个政策 而是钱的来源要搞清楚 所以我先提醒你 我也不想让你回答 第二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很关心 为什么我们的花博会的地点改了 请你把花博会改地点的相关的资料 给本席一份 我可能要拿来参考 在我们的总咨询的时候 我要来了解一下 第三个 我来问一下我们的金发局局长 这个金发局你的报告上说 你要搞一个跟我们台中港务公司合作建立平台 要投资2500万 这个投资虽然是我们财政局的事情 但是看起来这个是他出钱你做事 可是本席觉得很奇怪 只有2500万元要去投资一个10亿元的公司 坦白讲你连发生的机会都小到不太可以听见 这样子的公司你为什么要去投资 请你把你要投资的这一家公司的公司张成 以及他的相关业务计划提供给本席做参考 我现在不要你回答 我还是准备留在我总咨询的时候 拿来做参考 另外我也想请教一件事 我们建国市场现在要委外来管理 但是你这个委外管理呢 我们外传你可能有准备要给特定的厂商 来管理 所以引发了一些纠纷 包括我们建国市场自治会的主委 被人家打 那警察局也抓了三个特定的人 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先请教一下 你建国市场委外这件事情 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委托给特定厂商来办理管理 请你说明一下 爸议员简单的回复是绝无此事 绝无此事 那你的委外方面的办法 可不可以提供本席一份 让我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对外大家都认为你已经委托给特定单位 甚至于委外的条件非常的宽松 宽松到难以想象 资本额要多少钱 资本额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提供 这一家委员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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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局长 如果你不了解 我根本不想问他 如果你不了解 那就表示你没有做功课 你准备委外公司的资本额设定多少钱 多少钱你说一下 你没有资料 你看 局长你不用心 我根本不想问你底下的科长 好 这个议题我暂且放过 但是我要告诉你 外界风风雨雨传 说这个委外公司的资本额只要150万 150万就可以管理 我们花了6亿元再加上4亿元 花了将近10亿元的一个产业 就交给一个150万元的公司来管理 会不会太离谱了 你自己去想 请坐 再来 我要跟你收集一份资料 你这边说要准备把我们台中市 上面公有建筑物的天空 通通可以委外让人家来做太阳能发电 这个太阳能发电 你上面的资料 你有没有看一下 你说总共可以面积有18万平方公尺 我来考一考你 现在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板子 每一平方公尺要多少钱 你知道吗 可能要好几万块 那我请问你 如果要好几万块 投资18万平方公尺 要多少钱 将近快20亿了 你看看 你刚刚讲的好几万 这个好几万我们不知道几万 假设 本席去参考 这个世博会的时候 日本的厂商说 一平方公尺要4万 那如果4万乘以18万要72亿 你要来委外招商 然后呢 一年可以发 1100万度 我们现在一度电多少钱 卖给台电 现在是越来越低了 大概三四块左右 三四块钱 1100万度乘以一年三四万块 我们算四万块 算四块钱 所以1100万度一年可以发电 价值4400万 价值4400万 你认为投资一个72亿 然后一年可以收入 4400万 你认为这个厂商会不会投资 如果换成你 你家有钱 你家有钱 你会不会投资 这个财务的部分的确是 就这个本身的计算而言的话 的确是有更难 就算不要用本席讲的72亿 用你刚刚讲的20亿好了 投资20亿 那一年只能够赚 4400万 这样子的投资 你会不会投资 的确有困难 的确有困难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报告 是不是就胡说八道 写给百姓看 看我们市政府 有心推动太阳能发电 你自己都知道不会赚钱 有本事你自己花钱来做嘛 厂商不会赚钱 你写的这么好听 要发展太阳能发电 然后我们伟大的林市长 觉得现在不可以烧煤啊 不可以烧煤啊 反正你就给我烧天然气 搞不清楚状况 便宜的材料不用 然后偏偏要选很贵的材料 不会赚钱的材料 拿出来糊弄百姓 认为我们可以搞太阳能发电 这种胡说八道的事情 不要随便乱搞 更何况 你的自治条例 还没有通过市政会议 还没有送来市议会以前 你们就随便对外发表 恐吓厂商 这样子对吗 你也先把所有财务价格 结构搞清楚 坦白讲 人要吃饭也会大便 处理废弃物 不管任何一种发电都有 但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成本 在你都没有搞清楚成本以前 你们就随便对外放话 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对发电了解多少 台北人说不要核能发电 台中人说不要用煤发电 现在又缺水 水利也不能发电 风力发电晚上咻咻咻 吵得人家睡不着觉 也不可以用 最后你要用什么发电 你家不用电吗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再生能源发电 最节省的办法 是用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如果你采购的机组 是六百千瓦的机组 一组只要三百万元 它就像卖聊的台塑电厂一样 那个已经达到生产的规模 也就达到商业模式 但是达到商业模式 不代表它没有缺点 它每天吵得晚上大家睡不着觉 这也是问题 所以不要空口说白话 拿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来糊弄百姓 如果你都还搞不懂的话 请你先搞懂了 再跟市长报告 等市长搞懂了 再对外发言 不要没有搞清楚 就随便出来下唬厂商说台中市不准烧生煤 这是一个很好的环保议题 但是不是这么随便 好 再来本席请教你一个观念 我们都发局呢 最近要拿出来都市计划法台中市的自治条例 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 本会在订定这个自治条例的时候呢 对两项产业发生过一次辩论 第一个行业叫做瘦身美容业 第二个行业叫做资讯休闲业 你这边也有一个资讯休闲业的检查报告 那这两种行业在台中市是禁止设在住宅区 要放在商业区里头 那我们台中市政府都发局准备再拿出来修订 让他可以放在住宅区 本席请教你一件事情 你觉得瘦身美容业 可不可以放在住宅区 你不要管都发局的观点 我请教你 金发局长 你是主管机关 瘦身美容业 你赞不赞成放在住宅区 瘦身美容业如果它量体大的话 不适合放在 请教一下 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量体 我们只在这个行业 将来在议会的法规会讨论的时候 瘦身美容业要不要放在住宅区 没有讲它的量体 并没有讲说它几个人经营 好那我请教你 你觉得瘦身美容业 要不要放在住宅区 以你主管机关的立场 主管机关的立场 当然是希望能够集中管理 所以放在住宅区里面 它就会分散 分散就会造成我们行政管理上面的困难 那么就它的业种业态而言的话 就它的经营的 这一个时间来讲 我觉得放在住宅区的确是有 讨论的这个空间 好我现在告诉你 原本都市计划法台湾省这个施行细则是容许瘦身美容业放在住宅区的 是我们台中市政府及台中市议会经过辩论以后觉得不适合放在住宅区 因此原本的台中市的自治条例里头 是要求它放在商业区 但是在交接的过程 从台湾省变成台中市的过程 原本在很多住宅区设立的瘦身美容业 现在通通变成违法行业 请问你 在这违法的一年多当中 你有没有去取缔 就我道任的四个多月来讲 好像没有案子送上来 就表示你们完全没有取缔 你完全没有取缔 请问你 你了不了解什么叫做瘦身美容业 瘦身美容业在过去台中市是还蛮风行的 像女性所使用的这些 比如说像过去的自然美等等这些 都有一些连锁的心态 这个叫做瘦身美容业 那这样子听起来很健康吗 那你为什么觉得说 它不适合放在住宅区呢 不过这还是 住宅区我想还是尽量还是单纯化 对 所以你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 如果本席讨论到 有关自治条例里头 要不要 这个让瘦身美容业放在住宅区里头 你是反对哦 我们是采取比较谨慎的立场 所以那我问你 那一天 假设我们议会在讨论 这个自治条例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代表主管机关 出席 我们邀请你来出席 请你表达 主管机关的立场 可不可以 我们当然是呼应议员的一个请求 那再来 你这个报告里头啊 你有去检查所谓的资讯休闲业 资讯休闲业呢 你这边统计起来说 你们联合机查统计了有检查121次 然后限期办妥商业登记或变更登记或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这个案例是零 然后罚款兼限期改善只有7件 我可以请教你一下 我们现在的资讯休闲业 请问你什么叫资讯休闲业 简单来讲就是网咖 不会有其他的 比如说是模拟机 模拟机模拟赛车 它算不算资讯休闲业 比如说我们的资讯业 你知道吗 模拟开飞机 模拟机 还有模拟这个汽车 我们电动赛车不是都是前面都一个大荧幕 然后我模拟赛车 请问你模拟赛车算不算资讯休闲业 这个应该可以算在里面 可以算在里面 所以那种也可以放在住宅 现在它是在你们的管理上 它是商业区 那你觉得这个适不适合放在住宅区 站在你主管机关的立场 这个会有噪音的问题 噪音 噪音如果他说我晚上 假设不是24小时营业可以吗 不是24小时营业 我想这个尽量是避免啦 因为电子 就是说资讯休闲 因为这个都 简单讲 我希望你跟市府团队 跟市长讨论清楚 当议会要讨论 自治条例修订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会要求请金发局出席 列席 表达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谢谢 谢谢 以上是李庄议员的咨询 那么我们现在休息到下午12点45分 我们再开始继续致信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